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意见调查题目我先念一下 也希望现在用收音机没有上网的朋友 打开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平板 然后到非谍联播网 YT的非谍联播网来参加我们这意见调查 这个题目是这样子 昨天赵少康有一个记者会 赵少康引述王玉文 这个绰号叫水母的王玉文 这以前台大13妹的公卫文 那所谓的这个卫生棉的背品说 那赵少康在替高宏安喊冤 以你对高宏安贪污案判决的理解 请问买卫生棉是花谁的钱 就这样 我也很想问赵少康 问赵先生说你讲了一大堆 我就问你买卫生棉是谁的钱 这样就好了 说当公司说一大堆 到底买卫生棉是花谁的钱 好 那我们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是立法院的钱 第二个是高宏安的钱 第三个是助理们的钱 第四个是不知道别问我 我们总共有四个选项 让大家来填一填 因为可以发现说 在高宏安这个判决 怎么都没什么人谈严宽恒的判决 严宽恒不是人吗 严宽恒判来比较重 你们比较拜托 到底高宏安是国民党的 还是严宽恒是国民党的 很像严宽恒才是国民党的 怪怪 结果大家都不谈严宽恒 拼命去谈高宏安 这个也是很奇怪 没有关系 因为这些东西 这个司法判决的东西 大家比较没兴趣 喷口水比较容易 这个撒狗血 三色星 然后表演 让大家情绪抗奔什么的 这节目比较好做 但是谈一些司法判决 比较硬邦邦的东西 只怕大家听了 觉得很无聊 那基本上这个 其实判决书跟新闻稿 在网路上都找得到 只是大家也没有兴趣去看 没有关系 我们待会节目到最后 我截了一张图 这个到时候请阿智放给大家看 其实就很简单 这个判决没有什么 就是以高宏安贪污案的 这个案情来讲 相较于其他的弊案 他的案情是很单纯的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是他不是什么复杂的贪污案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助理费的案子 你没看过吗 这没有什么 没什么要讨论的 我跟各位讲 2022年 你没有听错 现在是2024年 2022年在 YahooTV的 这个湘民大会 当年这个 郭子前郭哥 那时候还在YahooTV 主持这个湘民大会 这个高宏安贪污案 我2022年就讲过 有时候你们跟我讲 这些判决 这些案子什么的 我都会觉得 我2022年就讲过 他的这个案情 我2022年就研究过 我实在是没什么 没什么兴趣在谈 所以我看到像赵少康 王洪威 郭正亮 一干人等在帮高宏安喊冤 我这样讲 我比较不客气 那表示什么 表示你们根本没有看判决书 我听你们在东扯西扯 就知道 你们根本就没看 你没看你才会喊冤 你看了之后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结束了 另外一个八卦的部分 明天到这个TVBS 我再来跟大家算账 发生在TVBS的 我们就在TVBS解决 这个先跟大家做这个预告 这个投票大家随便投 欢迎就好 你想投什么就投什么 我中午在我的YT直播 已经投过一次了 我看了投票的结果之后 中午 看了投票结果 我有在考虑说 把我的YT直播给停了 算了 我这开的直播 也没有什么建设性 我讲了老半天 一大堆人听不懂也就算了 他们还在兴高采烈的 在讨论凉面 我看他们在讨论凉面 我心都凉了 我在那边忧国忧民 讲一大堆 然后他们在聊天室 讨论凉面 讨论的这个津津油味 真的是莫名其妙 然后投票的结果 坦白讲 我是说我中午的投票结果 坦白讲我是蛮诧异的 所以我就比较有点这个想说 我在开这个直播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我讲到半天 听有的没几个 这实在是 比较红单薄 没关系 我的问题 我讲的大家 他们不太想听我讲什么 他们比较在乎要讨论凉面 这个就比较没有关系 这给我第一标来 然后那两张 蔡总统 赖总统 还有管碧林那一张 一座一又给我 这个是今天 在金门的这个一场戏 你看到的都是资料画面 其中这个蔡总统 赖总统同框的那一张 是在海巡署的 这个海委会的 这个舰艇落成典礼 在蔡总统跟赖总统 这个旁边的就是 顾立雄跟管碧林 那另外一张 这是管碧林的脸书的截图 是这个 他身为海委会的主委 然后海巡署的弟兄 向他敬礼 你可以看到管碧林 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军事训练 你看到那个这个整个 这个回礼的动作 非常的这个叉叉 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管碧林 他跟海委会 跟海巡署 八杆子打不着 是个百分之百仇佣的 这个海委会的主委 好 那金门事件呢 这个 是个166天 从今年的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五 这个一路拖到现在 那我们这边的处理 因为相关的细节什么的都还在保密 好 那也不晓得到底这边的陆委会 海委会这边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正式的 说因为他们今天在金门的整个的谈判的过程 媒体也不能采访 黑箱的作业 好 就关起门来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 然后就 这个事情就这样子 但是 我还是不太理解说这个 就是到底谈了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他们也没有公开 好 所以这一点呢 我要特别跟大家抱歉 这部分我要等到明天 好 等到明天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 在台北我能够看到的相关的讯息 我能够消化的东西 非常的非常的有限 所以坦白说 我根本不晓得 今天在金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只知道大陆方面 有派好几个代表来 然后渔民的家属也有来 好 然后呢 早上在金门殡仪馆有一个公祭 公祭之后 这个两个大陆渔民的这个遗体呢 大陆的这个相关单位呢 就接回去了 好 就是希望赶快把他们送回大陆啊 这个入土为安 在农历七月之前啊 把这个事情告一个段落 我想这个时间点的因素 可能是有的 毕竟这个 这个民间的这个习俗嘛 好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刚跟各位讲 就是说 要等到明天有更多 更完整的讯息啊 再来跟大家做说明 但是 都不是你现在台面上看到 譬如说今天在金门的那几位代表 他们都是负责来谈的 但是真正在后面拍板的 绝对不会是他们嘛 他们只是负责站在第一线 做一些事物性的这个 这个协商跟沟通 真正决定的还是两边啊 两岸的这些 真正做决策的 这个也轮不到管闭林决定了 这个一定是直接要报到赖总统啊 由赖总统这边亲自决定 要来怎么样来处理 因为这个事情 坦白讲拖了这个166天 这样子的处理 我不认为这个是什么 两岸什么突破性的 什么进展 那也不会春暖花开啊 但这样子的错误 会不会有一些 大家 一个 我接着这样讲 就是会不会是个诱饵 让你陷于错误啊 觉得说 这个大度就是一个 很随便 然后可以谈 可以瞧 让赖清德跟这些独派啊 去误判 如果是这样 那就惨了 特别是今天这个 有一个研讨会在讲这个 又在吵这个2758号 决议文的问题 而且是赖总统亲自在吵这个问题 这个部分当然 恐怕要到后天啊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再来谈 这个东西就是 各位听众朋友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到今天 乌克兰跟香港的状况 香港 他都不是一天造成的 香港从97年回归到 后来的 一路的抗争 到2019的反送中 他是有一个过程 那乌克兰从2014 这个2014 不是2022 2022是这一次俄罗斯入侵 2014他克里米亚就被抢走了 2014 就是11年前 他的克里米亚半岛就被俄罗斯给占领了 那他也是经过 他中间还有他们的总统大选 然后修宪各种的 乌克兰走到今天也是 也是一个过程的变化 所以我特别举香港跟乌克兰的例子 告诉大家说 我不希望我们台湾变成香港 我也不希望台湾变成乌克兰 但是他就是很多 错误的判断跟解读 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 那我们要怎么从香港跟乌克兰的教训 去学习 你不想变香港 我也不想变香港 你也不想变乌克兰 谁想变成乌克兰 那他们以前做了什么 他们做了哪些动作 做了哪些误判 不管说香港这些所谓的民主派 他们跟港府跟北京当局 或者乌克兰怎么跟美国 欧盟或是跟俄罗斯的种种的这些 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你说这个金门事件 他两个大陆渔民的这个罹难 当然是很遗憾 但是你像今天 赖清德政府他处理的这件事情 他透露出来的讯号是什么 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 如果让赖清德有误判或是照进 那就完蛋了 我们今天的意见调查 是跟高宏安贪污案有关 这个贪污案他上诉到高等法院二审 现在是七月底 如果一切照一般的诉讼程序来讲的话 可能到看明年的这个时候 会不会判下来 看他们官司怎么打 但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其实这个官司没有很复杂 背高就这几个 然后钱就那些钱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官司会打成这样子 那赵绍康呢 他当然赵先生 他有他的这个政治立场 他是百分之百去相信高宏安 但我想质疑赵绍康的是说 你也当过立委 赵绍康你在当立委的时候 你的助理是这样子 你的助理的薪水跟加班费 是这样子处理的吗 我就公开质疑赵绍康 你在当立委的时候 是这样子虐待你的助理吗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是OK的 那我也没话讲 他案情没有很复杂 那我们就讲这个卫生棉好了 所谓的卫生棉在高宏安的办公室买卫生棉 然后放在备品区 大家都可以拿来用 那请问买卫生棉的钱是谁的钱呢 是谁的钱 好就这样就好 我们的意见调查就这么的简单 待会我们在第三段再把这个台北地方法院的新闻稿拿给大家看 那新闻稿写的也这个一目了然也没什么 他也没什么困难的 就是你愿不愿意去看这个判决 愿不愿意去了解他的这个状况而已 好不好 来阿智我们再回那个金门的那个来 好 请大家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 大家 那给我第二标来 这个遇到了王宏威跟李明显两位 王宏威现在是立委 李明显是这个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那其实他们两位也都是媒体人 这个两个都带过联合报 李明显我记得很像还带过中时吧 我有点忘了 他们两个都在联合这个我是确定的 都是这个这个媒体人 然后转战政坛 那王宏威当然很资深 王宏威当然16年的这个市议员才去选立委 那明显兄应该是第二任的这个市议员 那两位都希望两岸能够和缓 所以我听了我也是摇头 我想说 就你们你们希望希望两岸和缓 很像变成我是坏人 我希望两岸不和缓是这个意思吗 那我刚刚就跟各位特别提到说 大陆他这个妥协跟让步 会不会让赖清德或是独派或是绿媒 会有误判 就说很像没有关系 很像两岸有冲突 还是可以谈啊 就是坐下来谈 然后花一点钱 就是两个罹难的家属 各150万的人民币 台币大概600多万嘛 每一个人各600多万 然后就事情就摆平了 然后遗体就送回去了 那这个事情就 告一段落 那这样的讯号 这样的解读 会不会造成赖清德政府 在未来三年多 更严重的误判 我们都知道嘛 千金南卖早知道嘛 如果今天乌克兰会走到这一步 当初泽伦斯基会这样子处理吗 对不对 当初普丁讲说 哎呀 你不要加入北约 不要加入欧盟 我们坐下来谈 美国不愿意跟他谈 赖伦斯基也不愿意跟他谈啊 那我要跟你谈 你不跟我谈 我就打你啊 那你现在看到乌克兰被打了两年多 同样的 现在黎智英被关在 这个香港的监狱啊 当初你们民主派 跟港府的抗争 这样一路下来 某些程度 我是同情香港的民主派 可是你们的策略对吗 你们到底要什么呢 什么都要 港府要听你的 北京要听你的 你们两个如果不听 不听我的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你嘛好的 谁要跟你同归于尽啊 他们也是一连串的误判 一连串的照进累积起来的 那我们不要变成乌克兰 我们不要变成香港 我们也不能照进 我们也不能误判啊 很担心民进党或赖清德 这些叉叉 想说 大陆也没有很硬嘛 软趴趴的 然后叫他来谈 他就来谈 这个花一点钱就解决了 没问题 搞定 是这样子吗 那所以我刚刚讲说 如果往外的 坏的方面去想说 如果这是大陆故意的 一个诱饵 让赖清德 陷于错误的误判的话 那就惨了 因为你也知道 要搞政治斗争啊 民进党国民党 是玩不过共产党的 他们都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啊 跟共产党玩斗争 那你只是去帮他擦血而已 你就不会赢啊 然后我们自己 台湾内部呢 大家又是乱七八糟啊 也不团结啊 所以这个两岸未来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明天啊 明天我们再来谈 就是看最后一些 字节的部分再来谈 但是其实是很不乐观 希望我们不要朝这个 这个照进跟误判的方面来走 好不好 那阿智把图跟标都换掉 给我空白的那一张来 谢谢 我们请阿智贴一张 这个全荧幕的图 这个是今天在 领和报看到的图啊 看了我也很感慨了 这个 这些场景啊 就像我们这种跑来跑去的人 再熟悉也不过了 这个是在花莲啊 花莲拍的一个图 那这个 交通部长说 这个 研溢新的路线有必要性 就是所谓的新北回铁路的 这个 换线的这个问题 换线改线的问题 各位听众朋友 我不晓得你 你对花莲的这个 这个 路草有些吗 你从这照片 你看得到公路吗 你从这个照片 你看得到铁路吗 好 所以如果你是听收音机的朋友 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之下 你能够打开手机平板 看一下这个画面 就说 你在画面上 你看得到隧道吗 有两个铁路的隧道 隧道口 你看到了没 那旁边 当然画面最触目惊心的 就是在你眼前 面积很大的那个土石流 你有看到 看到公路的这个路廊吗 有看到铁路的铁轨吗 你看得出来吗 那你看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相对的位置 你觉得这一条公路 跟这一条铁路安全吗 这路人走吗 如果再来个什么地震 台风什么的 这路怎么办 谁在关心这个呢 不会有人关心 各位听听 我谈这个是因为我是花莲人 我在花莲土生土长 虽然说我现在 在家的事情我就不再说 因为我都觉得说 这些东西 大家也不是很在乎 因为住花莲的人很少 花蓮的人口才三十几万 常住花蓮的更少 花蓮的北漂西漂的人一大堆 在花蓮要谋生不容易 那阿智给我有字的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地形地貌的图 这个是在花蓮的崇德这边拍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最靠近这个右上方沙滩线的是铁路 北回铁路 北回铁路它有这个东线跟西线 然后它有两线双线的 北回铁路 所以它有两线的铁轨跟两边的隧道的口 是不一样的 那我用蓝色标这个北回铁路 那红色我标这个是树花公路 就台九线 这树花公路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北回铁路跟这个苏花公路 你会发现说 它有很多路段就是类似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状况 它是铁路跟公路是在旁边的 靠在一起的 有些路段是一上一下的 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 那不一样不一定 那这样的北回铁路跟这样的树花公路是要怎么走 我就拿土给你看 你说这个土石流就在这个位置 这也说 对不对 一个地震或台风或是一个大雨 它冲下来你连伞都不用伞 你连躲都没机会躲 渡到就再见了 这次就再见了 这路怎么走呢 这是安全回家的路 以前我们在讲说 这个苏花公路很难走 坐火车 以前我们这个长辈讲 坐火车比较安全 你不要自己开车 不要在这三八 坐火车 你现在看这火车 火车安全吗 从零四零三花莲那个大地震之后 火车也不安全 火车停几次了 就是我们以前想说 火车就没事情 你现在看火车没事情 你看前几年的普悠玛号 前几年的泰鲁阁号 接二连三的出事情 你跟我说铁路没事情 火车很安全 我听你在乱讲 所以如果这一次 我们回大小匡来 回大小匡给我 然后那个标给我 如果我们这一次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期待 就所谓的新北回铁路 然后苏花高 如果能够一次到位的话 那真的是太感人 但是这个一定是天方夜谭 天方夜谭 这个我当然知道是高难度 但是偶尔做梦一下 应该无伤大雅 对不对 这个状况 那个给我 勘摘那个好不好 然后那个5% 那个一左一右 好不好谢谢 让大家了解一下花莲的最近的这个 这个状况 在这一次台风之后 行政院长卓鸿泰有到花莲去看待 他卓鸿泰上任之后已经去花莲 应该两三次有了 三四次有了 特别感谢卓院长 我不晓得肖美琴 你当副总统 对花莲是有什么帮助 那很多250都说肖美琴是花莲的女儿 其实傅昆琦不是花莲人 肖美琴也不是花莲人 肖美琴 严格来讲 她是台南人 保昆琦 严格来讲 她是台中人 他们两个跟花莲都没什么关系 是说 从政的这个历程在花莲 其实他们不是花莲人 肖美琴跟傅昆琦都不是花莲人 请大家不要再瞎掰了 好不好 我们看这个行政议長 欠花莲乡亲很多次 那那个在 左边这张照片戴黑色帽子的 就是卓院长 那倒在他怀中哭的是 我们这个秀林的乡长 在那口 在那口 然后呢 最惨的暑假花莲的定房不到5% 不到5% 不到5%是怎样 是怎样 这到底 04 03地震之后 到底中央补助的什么 傅昆琦希望通过 这个地震重建条例 过不了 就民进党看到傅昆琦就一肚子活 你要通过重建条例 门都没有 你在民房 你要怎么重建条例 什么都不给你 大地震 大家还记得这一次地震 这个讲起来也很遗憾 这次地震 没什么人要捐款 为什么 傅昆琦害的 就专盖 那0206地震重的事情 很多人到现在 那时候那个 那个谁 那个馆长啊 还有那个 我记得是486吧 他们后来都退款啊 那傅昆琦就拿去 拿去玩那个什么 大内宣 那边什么歌功颂德啊 人家看了就不爽啊 捐款也比较少啊 你地震之后又台风 暑假的定房率不到5% 那你叫花莲的那些 那你那个是旅馆的定房率5%吗 那花莲的观光产业的商中下游 他整个都连带影响 这样各位听众朋友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去的游客少了 观光客少了 你所有的产业 一定是连带受影响 民宿也受影响 旅馆 餐厅 什么租车的 卖土产的 种种的那些 大家像东大门夜市那些摊贩 大家也比较累 因为你去东大门就知道说 你不可能靠花莲在地的人 去撑起来那个夜市啊 对不对 你住花莲你会跑去东大门吗 那是观光客去的 我们一般人哪会去吃那个啦 你就花莲在地 你又不知道花莲要吃什么 你也好了 你怎么可能去吃那个 那是给游览 有没有 像陆客团啊 或是观光客 外国人 这个很新鲜 怎么那么多的夜市集在一起 会去买的才会去买 我们一般在地的人 是不会去那里的啊 你现在剩5%的订房率 那 这就是 这就是要怎么处理 对不对 那卓庸泰你说 欠花莲相金很多次 那你要还啊 欠我们很多次 那你到底中央给了什么 0403的重建有处理吗 我们比照921 我跟你讲啦 我讲过很多次 921大地震的震央跟灾区都不在花莲 但是这一次 0403震的 包括后面的余震 花莲实在是很惨 我1970了 民国59年的 我从小到大这样看 花莲没有一次地震 比这次还惨 整个都弄去啊 你看那个 那个泰鲁阁到现在还在风源啊 那个怎么处理呢 那是什么处理 我也看不懂 你说那个中横 那个要怎么处理 我也不晓得 都卡住了啊 那是给我另外一个一组一又来 好 这个台风很简单 就是东部的铁公路都断了 然后大家搭机搭船回花莲 有飞机啦 飞机很贵啊 飞机的班次也不多啊 之前花莲是连飞机都没有啊 然后搭船 大家说跟逃难一样啊 去坐船啦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坐 以前小时候 我有坐过那个花莲轮啊 你换了吗 这个我就想说这个 老板心说像在逃难啊 好的这样可以 你看到那个铁公路断的 那个是铁路啊 你有看到铁轨吗 看不到铁轨的铁路 这是什么路啊 所以我承认啊 如果有新的北回铁路 它要换线要改线 或者我梦想中的梳花膏 一次到位 各位听众朋友 我当然知道很难啊 可是我刚刚弄了这么多的 一左一右的图示 要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对花莲的状况 是陌生的 你看到我demo这些情形 你觉得 之前就跟大家预告过 2026跟2028的选战主轴 是什么呢 三个字 叫做蓝白河 好讲完了 我没有骗你啦 因为各位听众朋友 我也没有把握 能够陪伴大家到2026或2028 希望可以啦 我也不晓得 我还能够撑多久 你就慢慢的看 中文就有一条刷嘛 你看2026跟2028 是不是草蓝白河 好不好 王思北定中原日啊 家绩勿望告乃翁 那当然我不是你爸爸了 你不用 你不用把我当乃翁 但是如果到2026 2028 我已经不在的话 你想说 我记得那个几年前 那个陈差文 很像我讲过说 2026跟2028的选战主轴 叫做蓝白河 如果你有想起我的话 我谢谢你啦 好不好 如果那时候我不在的话 好 那个高宏安的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卫生棉 到底是谁出的钱 我跟你讲 这个大家投票了 好不好 欢迎大家投票 阿智回那个逃难给我 那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很多人 没有去做过这个新台马轮 这个我也是去搜寻才知道的 你要去先登记 你要登记才能去现场 你不要 那个 程卫文说有船可以坐 你一定没位置的 新台马轮 他现在已经换了 现在还是换另外一艘船 去接 接替这个工作 你要 登记了 你才能去 而且你要提早一个半小时到现场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那你从苏澳搭船到花莲 苏澳港到花莲港 这样子点对点 如果一切顺利是两个半小时 如果遇到潮汐等等的关系 是要超过三个小时 所以为什么之前有一个台大的教授 叫做XXX 我实在是很讨厌在讲他的名字 他去参加友台一个节目 在4月3号大地震之后 花莲啊 花莲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就坐船啊 我那时候真的是拳头都硬了 想说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 看人挑担不吃力啊 坐船啊 乡亲啊 一个半小时的UV 两个半小时的船程 这样多少 这样就四点钟就去了 对吧 你头前到后面 稍微比较冷淡 至少四个小时起跳 开什么玩笑 四个小时啊 从等候到搭船 到目的地要四个小时 太狠了 所以很明显的是什么 就是船根本只是 他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嘛 他只能救急 他不是长远之道 这再回那个蓝色红色那个给我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你说啊 我陈某人你狗废火车 你做梦什么的 做梦一下 人有梦想才伟大嘛 我做梦一下不行嘛 各位听众朋友你看 我刚刚就拿这个崇德路段的这个 苏花公路跟北回铁路的相对位置给你看 我请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如果北回铁路要换线 要改线 台铁讲的 交通部长也讲的 这个北回铁路要换线改线 我请问你苏花公路要不要换线改线 你自己看就知道嘛 对不对 有必要盖新的北回铁路吗 谢谢 拜托大家支持盖新的北回铁路 北回铁路需要换线改线 北回铁路通车四十几年了 没有换过线 就这样开 所以你苏花公路一定也得跟着改嘛 我讲这个是很粗浅的道理 因为你北回铁路不安全 表示你苏花公路也不安全 这不是废话吗 胡云兄你怎么讲废话 这问题是很多人听不懂 你需要新的北回铁路 你就应该避其功于一亿 同步的把苏花高速公路跟高铁 我讲的不是台铁啊 你终究是要 我实在是觉得 海南岛的环岛高铁 跟环岛高速公路 盖好几年了 海南岛的 乡亲啊 莫塞是不得不得理啊 海南岛的环岛高速公路 环岛高速铁路早就通车了 我竟然在目瞒 说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个 我们到底在烂什么 你到底是在烂一厨的来 只给我那个一左一右 一千二那个 我们时间关系来 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我讲到很麻痹 因为我发现 现在没什么人在讲 剩下我在讲 我刚才我也笑笑 我不晓得 高雄可以补助一千二 多利文你有去领吗 说什么 因为停水停电影响的 就可以去住一千二的 那个补助的旅馆 是陈其迈的德政 大家帮陈其迈按赞 为什么 因为全民买单啊 如果你跟你太太去 两个人 最高补助两千四 还以此类推要求 难怪陈其迈民调这么高 另外一张图 也是从陈其迈的脸书抓来的 这个应该是志宏子 不知道是哪边的 水应该这样 我请问高雄的淹水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补助一千二 其他县市有这种补助 我不晓得 因为我们比较好 我们没得过停水停电 这样补助 这样高兴 乡亲比较不完蛋 陈其迈 你是对的 为什么 扛他人之铠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选我当台北市长 如果台北市停水停电 我一人补助一万二 好不好 拜托你 楼顶酒楼咖 唯一支持登记第九十九号的陈辉文 让陈辉文来栋酸台北市长 我一人补助一万二 拜托你 支持一下 好不好 这开大家金色不会来 只给我另外一个一桌一楼来 给我第二标 我是不晓得国民党在干嘛 我也不太理解 这个 各位听到没有 如果没有答案 就永远没有答案 因为这个也不能怪我 我能力有限 水平一般 我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问题 请问高雄的这个皮堂 什么叫做皮堂 我解释一下 就是池塘 池塘地水满了 欲也天 就是池塘的意思 比较大的池塘叫做皮堂 这样大家听得有 那我不太懂 你高雄花了这么多钱 花了五十几亿去盖智宏池 那皮堂 这个环保团体说 你填平皮堂更多 是什么意思 不是 你一边盖智宏池 一边把皮堂给填平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做叉叉 各位听到没有 你懂我意思吗 你皮堂就是天然的智宏池 对不对 那你现在花了几十亿 盖了智宏池 然后把皮堂给填平 那怎么会不淹水呢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在陈其麦执政这五年 陈其麦已经当了五年的高雄市长 从2020到现在算五年了 记得 等记得 你是多少皮堂填平呢 那我请问大家 为什么要把皮堂填平呢 你有天然的智宏池 你不要 你去把皮堂给填平 你现在是下水道 跟人工的智宏池 你是很知道 我的这个 这个 这个寒管啊什么的 都没问题 我可以把天然的智宏池 把它填平 你为什么要把它填平呢 Why I don't understand 这没道理啊 阿智给我第三标来 高雄有多少的 私地跟农地 变成建地啊 陈其麦说 民调七成了 我看了我也肃然起敬了 陈其麦民调七成 县市长排名都 都数一数二 我夭壮 高雄哪才好啊 在陈其麦执政这几年 高雄有多少的 皮堂填平的 有多少的 私地跟农地 变成建地 这不能问吗 谁给我答案啊 国民党不是 有一狗票的立委吗 国民党不是 有一狗票的高雄市议员吗 你们除了帮高红安 擦屁股之外 你们可不可以监督一下 民进党呢 就我刚刚前面问的嘛 高雄这次淹水 是天灾还是人祸 你有看到上个礼拜 一堆叉叉 哎呀 现在是我们团结的时候啊 哎呀 我们应该先救灾 再来救折啊 我就一直不懂 救灾跟救折 有什么冲突跟矛盾吗 陈其麦在救灾 我在台北哭 我是能够影响他吗 我是评论员 我不救折 你要叫我去救灾吗 我要救什么灾 我也不会游泳啊 啊你叫我去救灾 我也陷入死的那些 我就说我救什么灾呢 救灾干我什么事呢 你们这些人 简直莫名 啊 现在水退了吧 淹水都退了啊 那我可以救折了吧 请问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给我最后一标来 请问一下那个VK的高雄跑去哪里了 你不是VK的高雄 Who care高雄啊 你少来这一套啊 韩国瑜就一定要给死 不可以做市长 你也要把他扭下来啊 扭下来啊 扭下来啊 没问题啊 啊 We care高雄那些人呢 唉 这这这 我说真狠 你们真的 你们不是真的 你们care的是韩国瑜的市长宝座啊 各位兄弟 韩国瑜如果当高雄市长 高雄的皮糖被填品了 我看环保团体早就包围高雄市政府了 你信不信 那些环保团体很多都是绿的啊 韩国瑜李四川 你把皮糖填品 绝对跟你赎而已啊 啊 啊 陈其麦填品的 你们怎么都不讲话呢 奇怪了 啊 皮糖是你的还是我的 哈 说 哎 We care高雄 你少来这一套啦 看破你们这些卡手啦 We care高雄 笑死人 来来来 给我那个意见调查来 赵少康引述水母的卫生棉被评说 替高宏安喊冤 以你对高宏安贪污案判决的理解 请问 买卫生棉是花谁的钱 谢谢836的这个 这个听众朋友来参加意见调查 不知道别问我的9% 这9%的朋友你们最近是在追剧吗 你们都不晓得高宏安贪污案在讲什么吗 我问你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说不知道别问我 那你是来干嘛呢 你是来这边聊天的吗 是要讨论两面 讨论两面要到中午的陈辉文直播才会有的 买卫生棉是花谁的钱 花高宏安的钱11% 如果花高宏安的钱 他怎么会被判贪污呢 高宏安如果是一个 很慷慨的老板 他自己是女性 来来来 那多买几包这个什么 什么姜母茶啦 卫生棉啦 放在这个办公室 大家有需要拿去用 因为卫生棉 这个女生 这个卫生用品 有人不习惯啊 对不对 有人喜欢用自己喜欢的这个牌子啊 或是什么的 临时没有了 去拿个一个两个来用 也是 那如果是花高宏安的钱 那个就不是贪污啦 不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这个有11%说花高宏安的钱 花立法院的钱34% 立法院有提供卫生棉 我怎么不晓得 起码立法院已经进不到 立法院有提供免费的卫生棉吗 我不知道 我很多年没去立法院了 助理们的钱44% 立法院的钱34% 那阿世给我那个新闻稿来 来来来来 我跟你讲啦 那个网路都有 只是你们不想去看而已啦 好不好 那北院的新闻稿 跟判决诉说出来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今天 他是一个很 很 很 很普通的一个贪污案 高宏安等四人 福报立法院 公费助理之酬金及加班费的部分 罪证明确 这个是贪污支随条例第五条 就是七年以上的这个 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 还有这个死公务员登载不实就伪造文书 这写得这么清楚啊 这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白纸黑字你看不懂吗 就法官判决认听他有罪啊 就这样子啊 这到底要申援他什么 我是看不懂啊 那高宏安说他是 他是清白的 他要上诉 那是他的权利啊 那你要到高等法院 他的省级救济 他就去打上诉啊 你帮他喊冤 他就会变成无罪吗 他的新竹市场就会回来吗 不会啊 好不好 我们近代司法二省的判决 然后大家把身体健康顾好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就爱点你 UF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